据环球网报道 当地时间5月6日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刊文 拜登这事嫌欧盟于不义 拜登不仅沿袭了特朗普对欧洲的政策 他还窃取了欧盟钟爱的道德高地 温中称 美国放弃疫苗专利就是典型案例 当地时间5月5日 拜登政府宣布美国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 作者称 美国此举让欧盟突然意识到恶棍竟是我自己 美国上述行为不仅激怒了欧美各大制药公司 还令欧盟内部出现分歧 法国对该决定表现积极 但德国则批评此举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 会对疫苗生产产生严重影响 英国卫报6日评论称 这是自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德国和美国之间的首次重大分歧 并可能导致世贸组织的疫苗专利豁免谈判陷入僵局 以及七国集团内部关系恶化 美国放弃新冠疫苗专利后 西方记者接连追问中国是否跟进 在5月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中方正在自主研发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如果研发获得成功 中方是否愿意分享相关专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望文斌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一直坚持疫苗 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 以实际行动确保疫苗 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复弹性 包括同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转让 和合作生产等方面的合作 我们也将继续支持 一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及时公平获取疫苗的行动 在发展中国家可更下留意 到我以上的目的